截至2月12日24时 湖北省卫健委公布 全省累计新增新冠肺炎病例 14840例 这一数据较前段时间有明显增长 引起广泛关注讨论 2月13日 中心社记者就此问题采访了两位专家 因为它就是管理更规范 或者是管理的力度更大 然后数据会更准确 原来力数少并不是真实的少 而是报告检测各方面的限制 那现在的话就慢慢恢复到 它原来应该的一个水平 所以的话这就应该是一个进步 不要因为这个突然数据上来就恐慌 因为本来就有那么多人 就像打仗一样有那么多敌人 你不知道那么多敌人 不是说你不是更危险 广州呼吸健康研究院副院长郑近平表示 确诊数据之所以激增有两方面原因 一是检测速度有所加快 二是诊断标准有所改变 检测速度加快的 原来检测量比较少 所以的话呢 它有些来不及检测就没有报告 现在检测速度加快以后 很多的数据的话 它就能够实时的反映出来 所以的话呢 它这个技术的进步 也是它的这个数据量会增加 诊断的标准现在也做了一些变化 那么因为原来是必须要两次核酸检测阳性 才能够作为临床确诊的 那现在的话呢 它的这个临床诊断 也作为它的一个诊断的一个依据 在国家卫健委发布的第五版诊疗方案中 已提出临床诊断病例 怎样进行临床诊断 中山大学附属三院感染科副主任林炳亮 向记者做了解析 林炳亮说 在疫情集中地区 特殊时期采用这种方法 有助于疫情的防治 但其他地区不适宜用这种方法进行诊断 因为书线该讲的这是临床表现的 很多病毒性的肺炎都会引起的 但病毒性的肺炎 不一定就新冠状病毒性肺炎 所以这个的话呢 就是你在别的地区的话 比如说那种就病例很少的地区 可能用这个临床诊断 就可能会引起太大的这个机缘浪费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